第七百二十六章 谁让老子这么喜欢你 芸汐的拒绝 穆飞驰似乎没看见似的 悠哉悠哉地看了眼 一脸好奇八卦的管家 容管家 你看人一下很准 他当穆家的掌权夫人 如何 呃 容管家一脸猛逼 不知道是被吓的 还是被惊喜 脸上尴尬的笑容 几乎快要挂不住了 少爷 这掌权夫人 不是应该 以你喜欢为选择标准吗 我又不能替您拿主意 而且啊 穆家现在 已经不需要商业联姻了 司令的意思是啊 只要你喜欢 家事背井什么的 都不重要 容真似乎看出了 芸汐的孤寂和躲避 一把年纪了 充当起神助攻来 简直不要666 穆飞时似乎是很满意 听到这番话 微微点了点头 转头 看见一旁 如坐针章的芸汐 轻眯起眼 所以啊 宝贝 你还是跟我回穆家 见穆斯林吧 顺便给她八个早年 有我在 她不敢对你怎么样的 芸汐一脸无语 她大夜回家 跟她有几毛钱关系 干嘛非要拉上她不可 少帅 我能拒绝吗 不能 我命令你去 那我现在下车 你不用送我了 她可不想跟着 去穆家送死 而且 冒冒然的去穆家 指不定 穆家的人 会怎么看她呢 她才不要被那些 自视甚高的人看清 她也是有尊严 有骄傲的 上了我的车 就想跑 完了 穆飞时脸色一沉 压根不想给她拒绝的机会 直接对司机道 直接回穆家 好的少爷 芸汐一看 她那副霸道 不讲道理的模样 伸手 就是按车窗 穆飞迟一看 顿时就急了 一把扣住她的手腕 往自己怀里拉 穆斯林要是知道 你这么不待见她 恐怕不会太高兴 不过没关系 你待见我就行了 没想让你待见其他人 少帅啊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赶鸭子上架吗 哼 你不乐意 那我只能用强的了 谁让老子这么喜欢你 喜欢到 非你不可 你混蛋 你不讲道理 不就是见家长吗 丑媳妇总归要见公婆的 我妈不在了 以后啊 不会有婆媳矛盾 穆斯林那边呢 你上次已经过了她的考核了 现在 你可以耀武扬威地去见她 她绝对不敢对你有意见 拧着眉 原先美好气地踹了她一脚 哼 少帅 你确定 不是胡搅虎威吗 她使劲地想要戳回手 动一下 她就加重几分力道 虽然不至于把她手腕拧断 可偏偏挣脱不开 你要胡搅虎威也可以啊 反正 我的就是你的 老子认定的人 即便是穆斯林 也更改不了 我 我不乐意 你就不担心我撕破脸 跟你老死不相往来了吗 穆飞驰耸耸肩 一副无惧威胁的模样 仿佛已经赚住了她的软肋 没眼间的神色 竟是胜券在握的自得惬意 哼 那我可以亲自当门提亲 等你明年成年了 就结婚 你混蛋 你威胁我 她最不乐意的就是 曝光他们之间的关系 一旦曝光 必然会成为 云元峰利用的筹码和棋子 上一世 她费尽心机 周转在那么多男人之间 这一世 她不愿意 再那么窝囊地 被云元峰利用了 宝贝 我只是提醒你 该怎么做而已 怎能算危险呢 你 云西实在无语了 她堂堂军国少帅 虎角蛮缠 威胁利用的 就为了让她去见家长 她对这家伙 简直没脾气了 但是 未经许侦 请不吝点赞 感谢观看